要分享的另外一個東西是 我覺得你們台灣人 為什麼會送這些東西給外國人 是真的搞不懂 有一次我跟幾個台灣朋友 去辦那個交換禮物的活動 然後就去那邊KTV 跟大家喝酒之類的 準備要交禮物 好 我們就大家就很開心送一送 然後我搜到了一個禮物 它還在袋子裡面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好重又粗 我說這可能是什麼 我就猜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結果我一打開 你們送我一個 台灣人很愛拿耶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都要用搶的耶 過年 因為我跟妳講 這個對我們來說 根本沒什麼用啊 妳知道嗎 因為可能對你們來說有用 因為有什麼果粒跟那個 當然 農民喔 果一粒裡面同時間都可以看 而且你看 我跟妳講 他還會告訴你說 這邊有沒有 適合入戀 對啊 什麼東西 自己開始 喬籤 對啊 日衝鼠 可是妳這個送給外國朋友啊 他們怎麼看都懂了 對 而且有一個重點 現在這個習得有這個圖案對不對 看什麼風景 我其實搜到的是什麼圖案都沒有 它是那個數字 這一本 你不要看 這一本還很貴喔 現在都不便宜啦 它彩色的耶 所以那個里民每一次 那個里長那邊全部被搶光 還有要過年的時候銀行 而且銀行早就被換完了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我以為送我這個禮物的那個朋友 我以為是個騙子 你知道嗎 我以為他在真的跟我看有笑 結果我說 你是認真送我這個東西嗎 他說說 對啊 其實我們這些 我們的朋友們都是台灣人喔 我們都一直討論 到底要送你什麼東西 我們都一直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就一起討論 送這個日歷式最適合外國人 你多希望喔 那時候 送這其實滿幽默的啊 正常你不會送這個啊 那請問趙哥 這個除了在台灣買 還可以去哪媽一買啊 你說啊 這個啊 最好的話就到 蘇吉買就可以 其實不用跑太遠 是不是要假的 蘇吉就給買得到 我一次從台灣也回去烏龐的時候 那我就請女朋友幫我準備 那他買什麼 他幫我買兩箱泡麵 這就是台灣的最特別的東西 因為他有問我了 我從烏龐有沒有泡麵 我說沒有 我們不吃這種東西 所以他就買了泡麵 然後另外的請女朋友幫我買 草蜜跟米 你知道有漂亮的包包 裡面有兩個米 然後我就回去烏龐的時候 以前我就在英國的時候 我會從英國回去烏龐呢 幫他們買白酒 紅酒 威士忌 衣服 好的英國茶 這次我回來 給大家泡麵 他們就非常生氣 他們說 這是台灣人怎麼樣 你們看不起我們嗎 不要說他們生氣 我們聽了也很生氣 他們說這是什麼 你覺得我們呢 買不起 買食物嗎 因為你知道在烏龐的泡麵 我們有的是這個算是便宜的東西 你知道就很便宜 然後你就有空就吃一吃 所以他們非常不開心 所以我要回去台灣的時候 他們幫我 他們也幫我賣給台灣朋友們禮物 他們就給我馬鈴薯 他們說 你可以換給你朋友們 給他們馬鈴薯 可是他們不知道台灣的泡麵很好吃嗎 所以我的朋友說 烏龐的馬鈴薯也很好吃 其實科學麵也是很不錯 科學麵也是比較特別 因為它就是泡麵 可是又是零食 沒有很多人 我又送過啊 他們都很喜歡 真的喔 科學麵都很喜歡 又像零食 滿漢大餐 滿漢大餐泡麵 還有什麼花雕雞 那個他們也喜歡 台灣泡麵是很有名的耶 我覺得台灣人還有一個 很喜歡送的禮物 就是收到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一些 夜市的雜七雜八小物 像我之前就回來台灣 然後繩子 我一個朋友以為他自己很貼心 他買很多小禮物給我 然後他就夜市買什麼 手機吊飾啊 什麼鑰匙圈 然後還有什麼 內褲啊 這個 維尼小熊耶 對啊 好可愛 就是啊 他怎麼沒有買那個大象的 還有紅色招財進寶 維尼的褲 很好啊 重點是這種東西對我來說 我看到我會覺得 應該是要給家裡的毛小孩 掛在脖子上 你就是他的毛小孩啊 比較適合 你是不是覺得還不如一碗泡麵 我說真的拿到泡麵 或者是什麼炸雞排 都比這個好 我會比較開心 為什麼內褲也可以穿啊 對啊 從來沒衝過 而且我們黃色跟紅色 都是打麻將會贏錢的耶 而且黃色就算你穿到黃 也沒有人發現 誰會把內褲穿到黃 今天是不是來亂的 很多穿白色不會穿到黃 你現在脫下來看看 欸 他正脫你敢看嗎 我覺得老外不太喜歡 就是我們台灣人 隨便送他們一些 像之前我們有 那個美國的親戚就是結婚嘛 年輕人有表弟他們 然後就跟他老婆搬出去新家 台灣好多長輩去參加他們的婚禮 然後他請外國老婆 他娶了外國老婆 然後好多那個長輩姑姑叔叔的 還花了一大把的功夫 送這個你知道 帶這個鹽燈 鹽燈難受很重耶 鹽燈不便宜 他要另外 他要有裝另外的木箱裝著 因為他這個其實也不便宜 很貴的 然後還有送這個給他們 在美國的 美國的新家 送這個葫蘆 好可愛喔 裡面有金腳銀腳 然後還沒有 就招財嘛 葫蘆姬就是吉祥嘛 然後這個就是你知道 擋煞啊 因為長輩就會覺得 然後拿到 費了一番功夫拿到美國 他那個美國老婆看到就是 不高興 他看不懂這個東西 這我也不會高興啊 這個東西看不懂是什麼 對 然後長輩就是跟他講說 你就放在廁所門口啊 然後你放在什麼濕氣比較重的地方 比較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他就說 嗯 不要 長輩說那你這個葫蘆 這葫蘆好可愛啊 你掛在床頭啊 門邊啊 窗戶旁邊 好可愛 他就說 他老婆說 沒有 跟我們家的擺設不搭 我們要 他請長輩全部退回來 那時候鬧得那家族很不開心 因為風水的東西真的很 還有什麼皮修有沒有 然後長輩還帶了兩個紅線 上面有一隻咬錢虎那一種 然後請那個新人要帶在手上 說他們這樣子可以賺大錢什麼的 他們都不願意 他們覺得 他老婆就是美國人 他會覺得說這種怪力亂神的東西 而且我不知道你們你知道 做了什麼烏術下了什麼醬 對 有什麼法在裡面 我家裡不要這個東西 這很好 這送外國人要小心 就有一點像這些東西 可能太中國風嘛 像一些零食一樣 就是像海帶 肉送 月餅 練風里酥 一些那種 我覺得很多外國人都不喜歡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被送海帶或麻糬 真的有人送海帶 對 對 因為說很好吃 紫菜的海帶吧 海帶 海帶那種小吃嗎 有點像紙類的 海帶啊 不是海帶 海帶是滷味攤米那種 對 或是海帶是用滑的泉 沒有沒有 對 不是說那個 有點像餅乾的那類的 對 海帶 沒有沒有 海帶 對 我就覺得很多零食 因為我們的口味在這方面很不一樣 再假如我們已經有很多 我們自己喜歡的餅乾啊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就會放著 然後發美 對 我覺得臨時海帶 瓶乾 我覺得還好啊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 我上次回日本的時候呢 台灣朋友特別送給我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那個還沒有打開 然後我回日本的時候呢 我 因為我媽媽也好久沒有看到 我想要送給他 然後送給媽媽的時候呢 下一條媽媽開打開之後呢 非常醋耶 看起來好恐怖 對 好烏魯耶 烏魯耶 什麼東西 豆腐乳啊 就豆腐乳好吃 對啊 下一代 我們日本人根本不愛吃這個東西 那豆米都OK了 那豆是對日本人來說 很珍貴的東西 那個是很香香的 那個台灣朋友也說 這個是可以配上白飯一起吃 洗飯吧 非常好吃 炒飯炒麵都可以 可是覺得真的很臭 這個是可能台灣人覺得還好嗎 可是另外一個是那個 會式的那個豆腐乳 那個是超級臭的 他送給我兩瓶 真的很可怕 你們喜歡那種 就是很臭的這種罐頭 要不要我再送你們一瓶 一罐的一個罐頭 不用 肥魚罐頭 不要 我肥魚罐頭真的臭 對點那個是史上最臭魚罐頭 好臭 這別打開整個這邊 對 哇塞 好噁心喔 我覺得送吃的都蠻危險的 我以前覺得台灣的鳳梨酥 是最安全的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我每次拿回家 拿回大陸都大受歡迎 包括拿到歐洲給Peter老師 他們都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鳳梨酥是最安全的 那我之前去印度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去找印度的老師上課 那我們也帶鳳梨酥又安全 又不會壞掉嘛 從這邊坐飛機去 然後每個人都很喜歡 然後又不是肉 因為印度人很多人吃素 所以又不是肉是甜點 應該會被接受 所以我們就把鳳梨酥拿去報名的那一天 就給老師 老師低頭一看 因為鳳梨酥上面都會有那個鳳梨酥的照片 食物的照片 老師看到之後就 手碰了一下就趕快把它放去旁邊 就是他連摸你都看得出來 他不太想要摸 但是我想說可能老師就是想要忙著做其他事情 他趕快把它放去旁邊 我就沒放在心上 可是後來一個月之後我要離開了 然後就剛好跟老師打個招呼 發現那一殼鳳梨酥就還在地板上 完全沒有動 而且就在地板上 都完全沒有人動過它 然後後來我就很難過的問我的朋友 就是他們常去印度的朋友 我就問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送老師的禮物 老師都不珍惜 他們說你送鳳梨酥對不對 我說對 他說因為印度人 他們有分那個階級嘛 四個階級 最高的階級是婆羅門 那老師就是婆羅門 婆羅門他們除了不吃肉之外 因為如果他們吃了那個別人給的東西 那裡面不知道是有什麼東西 或者是像我們都是平民 對他們來說我們是平民 婆羅門是貴族 我們是平民 他吃了平民的東西之後 他以後投胎 他就不會再投到婆羅門 他就不能上天堂 那下輩子就不能當貴族 就會跟我們一樣當平民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他都不能收禮 任何禮物 吃的他不會收 吃的他絕對不會碰 還有我之前去杜拜的時候 也是中東的朋友 你拿鳳梨酥給他 割天他就請我的朋友 再把他拿回來還給我 他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不能收鳳梨酥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回 回教嘛 回教他很怕你做的東西裡面 有豬油 沒有結局 因為雖然沒有肉 但裡面他怕有豬油 所以他也不收吃的 所以送外國人吃的 真的很不... 麻煩 對 麻煩 對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強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